受到質疑的憲法條款 禁止任何其配偶或者子女 是外國公民的人成為總統 該條款將禁止昂山素季參選 因為他的兩個兒子都是英國人 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星期天 在接受美國之音緬甸語獨家採訪的時候表示 他和他的支持者繼續遊說變革 這至關重要 昂山素季說 我們從未指望能輕而易舉獲得成功 但堅信此舉是有可能的 問題是什麼時候 憲法修改得越早 對國家就越好 為了國家的進步 我們需要拿出改變一切就習的勇氣和能力 昂山素季還說 他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準備為全體緬甸人民 在這個問題上爭取發言權 他說 既然如此 全國民主聯盟為什麼不呼籲舉行全民公投 我們早就做好準備了 因為這樣一來 你還可以聽到別人的意見 這是昂山素季回應緬甸武裝部隊總司令 閩昂蘭的一段話 因為閩昂蘭對全國民主聯盟 徵集五百萬修憲簽名的努力不屑一顧 這位軍方將領星期六 罕見接受美國之音獨家採訪的時候說 有爭議的這項憲法條款 並非針對昂山素季 他說 有關限制並非針對任何特定的個人團體或者族群 而是就全國而言 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必須考慮從獨立前到目前的整體形勢 由於我們是人口極其眾多的國家之一 因此存在大量的移民問題 上個月緬甸14位政治反對派人士和軍方領導人 舉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會談 期間軍方總司令與報道同昂山素季舉行了首次磋商 美國之音 VOA衛視新聞報導 謝謝 感谢观看